水路法会的核心是让我们以平等心和大悲心 成就自立立他的菩提道业 在水路大灾盛会时包含世时的仪式 此灾所供的之多之圣之妙之不可示意 之所以称为大就是凡来参与此会者 无论是圣或六凡无不受供 一一皆能享受平等的灾供 所以称之为大灾 做一个水路法会 参加一个 赞助一个 你也讲到无量 这就是大救测 什么叫做善心 什么叫做好事 什么叫做救测 这真是真的救测 这救六度群人 六度中的众生我们都救 你多做 你做贫富 贫富有多少 贫富有多少电视又有平准呢 六到七年呢 对吧 所以各位开窍吧 水路法会的核心要义在于 用平等心秀无外共 以大悲心是一切重 要如何具体落实平等心与大悲心 最重要的是借由水文器官 如法修持 以气入平等与大悲的精神 成就致力利他的菩提道业 十方新闻 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监红 雄采访